我回来这个台湾 我很清楚我来干嘛 我是胖购保财 可是现在国民党当这是大咖不敢回应 叫一些小咖 每次人来想毁灭你的时候叫人设 就是说他不是正面直球对决 派一些小咖来锅脏水 其实这算是不入油了 那有没有打算要提告徐巧新这些人呢 我其实可以告 但因为他们这个犯罪的事实已经存在 我是可以告 不过我现在认为说现在的这个诽谤罪 好像会让人家认为在妨碍言论自由 所以没什么效用 其实我多年来的希望说 这个诽谤罪能够辅罪的话 也就是说不要用形式来办 也应该让用民事的赔偿来处理 一般人是这样子 你在台湾 你如果放弃比方西加坡国籍 你第一个人当然先拿到台湾国籍 不然你说放弃那边还没有国籍 那我留在那机场 所以你先拿到中央民事国籍 先恢复 然后呢 那其实我在恢复中央民事国籍以后 西拉坡那边就有信来 听说你要放弃这个国籍 不过那么有些表格什么 你还是要等一点 不过这个实现呢 是2023年3月15号 也就是说 他知道你要放弃国籍了 他喜欢给你去再考虑 我说 我说 我以为了 就因为西加坡不容许双重国籍 对不对 所以说台湾加入了台湾国籍 应该那边就是自动辞效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去问 我说 其他为什么要比方35号 他们说这叫cool period cool down period 就是你这个放弃国籍 可能一直冲动 所以给你一个快线起来 好好考虑 对吧 所以说 我也没什么要考虑点 因为我其实我 因为有些 当然你放弃国籍 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对不对 因为通缉地址 什么片啊什么的 所以这一方面处理了 所以我在后来 正式的去做这个程序呢 就是一月初 那么他程序上 经过了一个月 现在正式昨天发过这个证书 就是这么过去 对 曹总你会不会觉得 国民党的有些人啊 甚至在刻意的带风向 他明明知道放弃国籍这件事情 是需要经过申请的 然后还这个样子 会不会觉得很恶意扭曲 因为现在这样子 因为我回来台湾 我很清楚我来干嘛 我是看贡 报财 那么所以很多人就一直喷命攻击我 那么其实呢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 这个特讨论 像我就 我的文章都有挑战 叫马云九啊 书企啊 那他们这个言论 还有像吴思怀啊 洪秀珠的行为 那我都有很清楚的质问他们 那么你就应该对这些议题啊 来回应 公共政策讨论是这样的 可是现在 国民党他们就是大咖不敢回应 就是 你看讲什么 叫一些小咖 每次人来想毁灭你的时候 叫人设 虽然没有什么名字叫人设 其实想毁灭你的人格 想消灭你的公信力 就是说它不是正面执着对决 看一些小咖来窝脏水 其实这算是不入流了 那么 所以我基本上要访问这些人 说你为什么要来毁灭我的人格 毁灭我的公信力 你为什么 你在毁成工作 对不对 因为你看 我过去的台湾的贡献 就是台湾有目共睹了 你看那个像西筑科学院区 成立四十多年之后 颁发 结出成就贡献奖 对不对 给我 也给他一个张多谋了 对 所以 我对台湾的空线 这个大家很清楚 对不对 那么改变司法 改变这个废除专利法的刑责 促生的促成法 对不对 这个有目共睹 所以你要想摧毁我的这个人设 其实你有什么用 对不对 那么你既然找一些知识解决人 来攻击 那你在那里放一些国籍 它几个月的程序 你不是说我九月宣布 加入什么民国了 所以你当你这个政治拿来 这个说现在想拿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是等于无地放适 那么另外比方说我捐钱 捐好事啊 那跟着捐就好了 为什么空气我捐钱 也挺快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不用正当的手段 不敢面对直求对决的公共政策辩论 而要来抹黑 所以我认为这些人应该适合 因为这种抹黑的过程 是自己人生中光明的一种 甚至有污点 不要反做错误 要么大家公共政策来讨论 是吧 曹董有打算要提告这五个人吗 因为现在许巧新又说了 他说 他就说您当时还没放弃新加坡国籍的时候 还帮陈时中他们就是有点站台这样 他说他已经向中选会检举 他说外国人不可以涉入台湾的选举事件 我听不清楚你的音选的问题 我们听不见你的话 再转一遍好不好 我说就是您有提告这五个人吗 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许巧新说 您在还没放弃新加坡国籍的时候 您算是个外国人 但是公开帮陈时中站台 然后因此他向中选会来检举你 您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也是胡说 因为我当时就已经加入期 中华没有国籍 我有一个显示给大家看了 深圳镇 所以我那时候 可是我在新加坡加入中华民国国籍的时候 新加坡的国籍基本上就等于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新加坡不容许双方国籍 所以这是个程序问题 比如说你加入中华民国 你就必须放弃新加坡国籍 不过项目那边算 你到2023年3月15号以前 你再考虑一下不急 可是我那觉得说 没想要考虑的 就把手续走 所以就这么样 所以这个光明正大 清清楚楚 没什么方法可以再来 那有没有打算要提告许巧新这些人呢 太提醒了 我这个 我不想去 因为现在的这个诽谤罪呢 也没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诽谤罪的时候要把它 对 我其实可以告 因为他们这个犯罪的事实已经存在了 我是可以告的 不过我现在认为说现在的这个诽谤罪啊 好像会让人家认为在妨碍言论自由 所以没什么效用 其实我多年来的希望说 这个诽谤罪能够除罪的话 也就是说不要用刑事来办 应该让用民事的赔偿来处理 对 这特点来讲 应该诽谤罪把它除罪的话 被民事输送一下 比方说你看 以前那个变明星 这个Johnny Depp 被他的太太叫Ember Hurt 一直诽谤 或者她告赢了嘛 告赢的话就赔钱嘛 这样就够了 不要想把她抓去关雷死他 所以这个诽谤罪要把罪罪话以后 其实反而更能够有赫止作用